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几个月前我开了一家淘宝店 卖一些户外用品什么的东西 原本是想靠这家淘宝店改善一下生活 没想到这生意惨淡的 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 这改善生活的希望破灭了 不过不要紧 最近我看到 有人用磁铁拍视频 用磁铁在水里面吸一下 就能吸上一些值钱的东西 我又想了个主意 我也买了一块大磁铁 绳子 哼哼 我也跟大学 在河里面 水里面捞一捞 看看能捞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靠这个发家致富 我觉得还是很靠谱的 来看看吧 这就是我买的一大块强磁铁 嗯 一会就打开看看 我的要求不高 捞点值钱的东西 卖一卖 嗯 就可以了 赚点小钱 最好是能捞到什么 三国时期的宝剑什么样的东西 那个就算了 捞点小钱 值钱的东西卖了就行了哈 虽然说这个东西肯定是要靠运气的 不过我觉得我的运气一直这么差 人的话不可能一直运气很差 不可能一直走霉运 总会走上几次好运的 我的霉运走的够多了 该轮到我走运一次了 就是这次 好 先把我们的磁铁拿出来看看 哈哈 这么一大块强磁铁磁钢 我们把这个叫磁钢 吸力很大的 我不能把它靠近摄像机 还会让它损坏的 先看看 西夏自己有没有 身体有没有反应 毕竟吸力很大 就算身体没有铁 没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靠近人体会有一些反应吧 嗯 我感觉我头晕 我感觉我的头晕 嗯 不行 行了 我们要把绳子穿上去 赶快我们的 开始我们的打捞工作 看看能捞点什么之前的东西 发家致富就靠它了 这么大一块磁铁 我看见有人有这个东西能捞上 自行车 摩托车 吸力很大 我得吸一下什么东西 看看 测试一下它的吸力 可这附近没有什么铁呀 对了 吸我摩托车吧 来试试看强度怎么样 吸力怎么样 哇哦 呀 呀 哎呀 要折得起来才行 直接拔的是拔不起来的 这个摩托车上还不平 如果是一个很平的铁的话 哇 一定会拔不起来 像这样拔是拔不起来的 你必须扳 来看 嗯 哎 行了 哦哦哦哦哦 很强啊 行了 我们把绳子穿上去 你们知不知道 这玩意也花了我150块钱 算是够贵的这么一块破铁 不过没什么 为了赚点小钱 为了捞到点值钱的东西 这150块钱算什么呢 好了朋友们 大功告成 现在自我好运吧 捞到点值钱的东西哈 我又要给大家唠叨点之前的东西 跑远一点我们 就像钓鱼一样 我们把这个磁碟在水里面拖一拖 拖洗一下 看一看啊 哇 那边在冒泡了 这些泡泡应该是早气 有泡泡就意味着有好东西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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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哦 哦 咸菜 这是咸菜吗 哦 怎么没有一块铁啊 哇 太臭了 这什么玩意我得洗一下再捞上来 哎呀 开玩笑吧 什么都没有 连一根针都没有啊 这水里面也太干净了吧 我得换个地方试试 听你的 这么远 总该有点东西了吧 洗一下洗一下 不要再给我捞上一堆泥了 哎呀 大姐啊 什么都没有啊 这水里有这么干净吗 连个酒瓶盖子都没有 是不是这块地方太干净了 我得换个地方 哦 把草皮都勾起来了 这是什么玩意 天呐 怎么玩意呀 哎 幸亏我拉出来了 这次总该有东西了吧 这次总该有东西了吧 我的天呐 什么玩意都没有啊 这视频都是骗人的吗 啊 我连一根针都捞不出来啊 啊 终于有东西了 终于有东西了 我刚看到了 这下面居然吸了几个钢珠 这是我以前摄弹工留下的钢珠啊 除此之外都没别的东西了吗 捞就捞上来自己的东西 哎呦 我的预感不好 这次又什么都没有 看一看看一看 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电池吗 这个电池啊 我还以为捞到了什么宝贝 一个小电子 啊 放到这里 这也算我今天的成果 再来 哎 就没有一点大东西嘛 哦 捞到钱了 居然有钱 哎呀 哇 居然捞到钱了 我说过 我就说过 人不可能运气一直这么差 哦 搞不下来 哦 哦 哈哈哈哈 我得到钱了 得到钱的感觉不错 不饶阿霍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就这么捞一捞 就能捞到一毛钱 我想多捞几个这么样的一毛钱 也算过得去 啊 朋友们 快看我捞到了什么东西 一件大东西哦 看见了没有水底下 我已经看出来是什么了 哈哈 一把伞 我捞上来一把伞 哎哟 嘿嘿 这也算是今天的收获 嗯 看起来修一下还能用吗 这把伞 修一下还能用 哇 还是天堂拍子的呢 天堂伞呢 拿上来看看 啊 这把伞 修一下绝对能用 我得试试效果 啊 不错嘛 哎呀 太臭了 太臭了 得洗一下 晒一晒 啊 受不了了 吃你的 哎呀 可恶 真的是没法说了 捞了这么久 就捞上来一毛钱和一个垫子 换了个地方 这个石桥这里 也许宝贝会多一点 我们试试这个地方 能捞出点什么东西 啊 这里的水真的是很脏很脏 也许越脏的水 宝贝越多吧 我们试试看哈 哎呦 还是这么干净 还是这么干净呢 除了钢珠什么都没有 哎呦 哎呦 有东西 好像有东西啊 嗯 这后面是什么东西啊 除了草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啊哦 这是啥玩意 终于捞上了宝贝 可这是啥玩意呢 哎呀 看状况有点不太好啊 看这个橙色不够新呢 卖也卖不到什么钱了 这是什么呀 哎呦还吸的挺牢的嘛 哎呀好脏啊 嗯 我得把它给弄下来 哎呀这还真难搞下来啊 吸的还挺牢的 哎呀 啊这是什么啊 看起来像铲刀 能卖几个钱呢 我不要多 卖个七八十块钱应该没问题吧 这也许是古董 有人认识吗 依我看至少 是明朝以前的东西啊 啊 挺有趣的 看我还真捞上了一件宝贝 哼哼 怎么样 捞上了一件 宝贝 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 估计 卖个两三百就可以了 我也不要求太高 是吧 这东西看起来 像很古老的东西 嗯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锄头吗 一把被弄直的锄头 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收获的宝贝 还不错啊 只不过 估计价值 没什么价值 只能换点吃饭钱 我们下次 应该换一个更好的地方 这个地方 来的人比较少 所以扔下去的东西比较少 下次得找个更好 宝贝更多的地方 带我这几天去物色一下 行了今天得到这个 收获就已经不错了 嗯 行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